我带他去那个舞蹈那儿,老师,老师瞅着孩子说,哎哟,这样的孩子我没教过呀,咋办呢? 完我就说,那你老师你给试试吧,要是外衣能行呢? 你老师心情好,就说那试试吧,这样一试,他就学得特别特别好。 一连去了一个星期,老师说这孩子我收了,这孩子这么好,他就是能赶上健全的孩子。 一个月下来,老师说,不光是这个孩子我带,而且就建议我,说你带他考专业的学校吧。 他说他的天赋在这里,我就带着孩子要哪儿就去考学了,得个十所八所学校了,碰壁,到那儿,婉言拒绝你,就是非常高兴的让你走了。 就害怕伤害你。 但是有一个学校啊,就让我特别痛苦,那个校长啊,就说,你这个家长啊,我不是说你啊,那个,你这样的一个这个孩子,你就应该给他送到聋雅校去。 你说你到我们这个学校来,你不觉得你给我们这些老师添麻烦吗? 其实反而来想啊,确实是这样,那你说我这样的孩子能不给人家添麻烦吗?是吧? 但是他说完我,当时接受不了的,我除了我跟讲,我领着孩子,我蹲到外头大马路边上,我就坐地去那块,我就呜呜呜呜哭了。 那个时候我就想,就不上学,人家不要咱,但是我也不能让孩子这个小心愿,一点都得不到那个满足,心里头高兴一点,也行啊。 那个时候就走到解放军艺术学院门前,其实别的学校都进不去,那个学校我,其实我根本连想都没敢想。 那你怎么敢进去? 我那天就是顺手一指,我说等着妈妈临你来考这个学校。 看看你,上股译练活不了来,这里再说,让我进来。 再哇, 再 跳が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